歡迎大家收聽小美飛多 現在不知香港天氣如何 但我們波士頓呢 嘩 好像突然沒了秋天 就已經變了冬天 波士頓已經有些地方下了第一場雪 早兩天我家裡是有霜 我起床後已經變了白色 然後我車頂啊 窗的那些是已經上了 然後 唉 真的開始冷了 那說起冷 雖然對於我家裡來講 打火鍋是一年四季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 這麼有良意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打火鍋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打火鍋對於你來講的意義 是什麼呢 打火鍋對於我的意義 不想煮飯 沒有 完全沒有意義 只不過是一種是 一起打火鍋 可能一群朋友吃什麼的時候 不如打火鍋吧 因為 以前在香港有很多打火鍋飲食 那些 那些放啟的 對 除了打火鍋還有其他食物 最流行就是 如果我回香港放假 朋友第一時間說 喂!打火鍋吧! 我以為是夏天來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也是 剛才你第一時間說是因為不想煮飯 因為其實我媽媽是 就是沒有飯的主婦 就是沒有飯的那個沒有飯 那她是 不知道想做什麼的時候就會打火鍋 即使是 以前香港的夏天都很濕很黏 我們是會開冷氣 也要打火鍋 開冷氣 那所以 慢慢演變成 打火鍋是我家的一個常餐來的 即是 偶爾 就會打火鍋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但是我覺得 打火鍋是一個令到你 即是 逼著要坐到長時間 然後跟人聊天 有交流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 有時跟朋友去吃飯 那些打火鍋都挺開心的 因為大家是 多了交流的機會 即是 就算平日吃飯 可能大家都是會聊天 未必經常會督手機或者什麼 但是你叫了一些菜來 這樣 幾碟放在這裡吃飯的時候 即是 話題沒有那麼多元化 反而可能你打火鍋的過程 你沒有放那些 喂!那些熟了 那些還沒熟了 然後叫誰叫牛 還沒罵 即是 或者是 會多了很多女性的反應 是的 或者是 其實香港不是很流行給你一張紙 即是你要打火鍋 你想叫什麼菜 然後你就會 喂!你有沒有人不吃? 有沒有人不吃? 那你就會 喂!我不吃!我不吃牛 不過你們可以照叫的 這樣 這樣 就是多了那些溝通 即是另類的溝通 喂!你不吃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這麼好吃 你為什麼不吃? 是的 你除了打火鍋 其實放題 普通也是 但是 貼題這個打火鍋 我覺得是 就是 它加強了大家的交流 即是 就算你 爆電話 或者你 你總要跟人 聯繫一下 所以其實 我是 雖然是 我家的常餐 經常打火鍋 但是我依然是 很喜歡打火鍋 即是 差不多是一個 很獨有的香港文化 我覺得整體 嗯 即是 怎麼說呢? 我以前 我就以為 是只有香港 才會 即是 才會打火鍋 嗯 但是呢 其實我又 即是這一集 podcast 之前 嗯 我有嘗試 其實有沒有人知道 打火鍋 究竟是怎樣 或者是 究竟是不是這個 香港人的特色 還是怎樣 其實不是的 但只不過是 我們平日 那種打火鍋的方法 你是滲透了很多 別人所謂 港式打火鍋 因為如果你去 港式打火鍋 即是 北方的打火鍋 麻辣火 那些叫殺羊肉 或者他們 那種是 因為他們真的 冷到沒辦法 他們一定要圍著火鍋去吃 即是炭露燒 那些是另一種風味 但是 是啊 我覺得那些是 不是我 最有親切感的打火鍋 是啊 因為其實 網上資料 他們說是 廣州傳過來 因為 香港人 就會叫做火鍋 但是 之前我們 你提過 大陸 就會叫火鍋 火鍋 火鍋 對 還有日式 拆拆鍋 沙布沙布 也不同的 台式 村式 其實 我們這次 我們通常吃的就是 港式火鍋 所以有一種情義 至少雞糕也是一個 演變出來的火鍋 對 雞煲 那些 那你 通常最喜歡吃的火鍋 如果只讓你選一種 最喜歡吃的 你會選什麼 雞煲 那我只可以很籠統地這樣答 雞煲 因為有很多 肥牛 因為有很多部位 其實有很多部位 說真的 打火鍋 我都 不要說什麼都吃 我很多東西都會吃 但是 如果打火鍋 對我來說 一個必須 不要說他最最喜歡 一定是牛 那就是 因為其實 肥牛 那些 牛 其實 他切完出來 如果不是一個食家 你是不會知道 這個部位的牛 非常之好 但是他通常都是一堆 牛頂、牛心 那些 有什麼牛吊鐘 那些不同的部位 因為 我想說 這裡是不能吃得那麼刁鑽 因為 回到香港 吃火鍋的時候 你特別去一些 所謂 本地 手切牛肉 那些 是可以吃得很刁鑽 當然你再吃一些 特別一點的部位 是要提早 大家去 甚至乎 看看你有沒有 那 是真的很棒的 就是你每一個不同的部位 那個味 那個口感 真的不同 真的很棒 但是 當你吃刁鑽了之後 回去 就 糟了 因為你只可以一些比較 比較普遍的東西 就是 牛里 普通肥牛 當然 如果 你認識 某些 叫什麼 蠔肉 那些 你可能可以叫他們 你可不可以留某些部位 可能你心裡說 你要這部位做什麼 但是 但是 沒有得香港那麼大眾化 你說某一個位置 人家就 噢 是啊 但是這裡是 人家有就有了 沒有 就沒得選 總之吃 是叫肥牛 一律都叫肥牛 那 有不同的部位 但是始終我覺得 跟香港那種 唉 有點出入 那你呢 有沒有什麼 必吃 或者你是很不喜歡吃 我 我是麻煩一點的 就是我不吃牛 那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太喜歡 就是 你通常是打火鍋 你都要下肥牛 就是你可以叫 雞肉 就是雞肉片 或者豬肉片 但是 雞腿肉 那些 但是我也覺得 是差一點的 就是不會好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是會牛的 就是你是 你有沒有吃過駝尿 沒有啊 那又 駝尿肉都可以的 就是它 都很爽 就是我會覺得 是差一點 不過我反而想知道 就是如果我 如果打火鍋 我是喜歡 我會加雞蛋 就是生雞蛋 加豉油 然後加沙茶醬 之後我其實 我最喜歡吃的 是加粉絲 之後 煮完粉絲之後 再加下去 那些生雞蛋 那個醬汁 那裡 吸收了醬汁 超級好吃 就是別人會說 我最喜歡吃牛 我喜歡吃雞子 但是我最喜歡吃粉絲 不是 那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我真的很喜歡 我喜歡吸收那些湯 那些精華 那些 我可以試試 那些叫什麼呢 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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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 一事難忘 我試過 綠皮皮 什麼綠皮 我家就叫綠皮皮 但是 就是水餃皮 就這樣放水餃皮 就這樣放水餃皮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都是很滑溜的 我以前是不會的 但是我之前是有一個朋友 我一定不是你 就是有一個朋友 也是這樣 他會放水餃皮 然後我 你幹什麼 因為我沒有試過 我家是這樣的 但是試完之後 你真的 哇原來 打火鍋都可以這麼吊軟 什麼都放進去 是很多元化的 其實 但是 下皮皮是可以的 下次你過來 我可以 做東西來享受 好 好 因為 但是 是有些牌子可以 有些是不行的 那我們在這裡 就 免得 說得這麼白 總之 大家看路 我覺得是 正的 驚訝的 是好吃的 是啊 因為這個我上次 也是看我朋友這樣拿 然後我說 你幹什麼啊 我那一刻 你幹什麼啊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為什麼你要 就這樣 裡面沒有東西 就這樣放了些皮 但是 很滑溜 你當成粉皮 但是 是好吃的 還有什麼 你還會放什麼 如果說 我們 所謂港式的火鍋 一定會放很多 丸 那 在丸 你有沒有 特別喜歡吃的丸 還是 沒有什麼所謂 我很喜歡吃 我 美國就沒有那麼多 什麼丸 什麼丸 我記得香港有一隻 是不是叫芝士丸 它裡面 就是 它的餡子裡面 蟹子芝心丸 類似這些 什麼 我家旁邊的那間 X Mart有 是嗎 那沒什麼 但是 我覺得 是香港的 才是 特別好吃 是差一點點 是啊 但是 我真的 哇 芝士 蟹子 超級棒 咬下去 但是你又不要適合它熟的時候 你咬下去 就是你拿起來 我真的爆漿 是啊 那 我先說 其實 我是很喜歡吃 蜜魚丸的 但是 這裡的蜜魚丸 目前還沒有 一個牌子 令我很震驚 就是 我現在是有些牌子 可以頂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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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還是沒有香港的感覺 雖然香港都 可能成千上萬的 蜜魚丸牌子 但是 我覺得 即 隨便 一間的感覺 這裡也是找不到 還有 我記得 香港有一款 我以前小時候 叫它做 芋頭枕頭 它是長方形的 那 它就是有些 芋頭粒粒 在裡面的 一個 魚蛋 你當大 我以前小時候 就叫芋頭枕頭 但我不知道 它是什麼名字 但是 這裡沒有 對 我也是很想念 還有 芝士腸和蜜糖牆 也是 對 即是香港 是買那個 脆皮芝士腸 對 通常是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總之 一定是 那種 脆皮芝士腸 對 即是 無論是 脆皮蜜糖 或者脆皮芝士 都是脆皮短短的 就很好吃 但是這裡 也是沉迷了很多年 最近 就在那間 日本市場 找到 可以頂住 雖然它沒有 芝士在裡面 但是脆皮的 效果 有感覺 對 嘩 嘩 它是脆的 你咬了一下 你會感覺到 在你的嘴巴爆開 你說脆皮芝士腸 你有沒有中過伏呢 我是一家 普通的 就是中國超市 是 它經常叫什麼 什麼 親親腸 還是脆脆腸 中伏 就是常常看的樣子 好像有點像 是 然後我有些朋友 就說 喂 像你香港的 那些 小小粒的 那些腸 你經常說想吃那些 那樣 那我就 聽它怎樣 就可以試了 嘩 中伏 不是 那時候還沒知道 日本市場 可以買那隻脆皮腸 我也是用這個 親親腸來頂住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味道 什麼黑椒 什麼 粟米 那些 我那次是保守 買原味的 但是我試了之後 我就覺得 它有些味道 其實 所謂的中伏 應該是 它不是超級難吃 當然 但純粹是因為 我 一心一意 想著 脆皮腸去吃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中了伏 是啊 因為其實 如果你吃得多 這個親親腸 你是覺得它有些味道 而那股味 你是 你說得 揮之不去 對 真的揮之不去 你會覺得 這就是腸腸腸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 冰箱味 還是怎樣 總之 有股味 不過我 只吃了一次 這麼多 都不能評價 那麼多 還有沒有 你覺得 這裡有 香港沒有 或者香港幼兒這裡沒有的 吃火鍋的食物 嗯 其實我又沒有 因為我又不像你這樣 常餐 吃火鍋 吃火鍋 大附人家常餐是什麼 餐蛋通 還是沙牛米 我吃火鍋 怎麼說呢 你這樣問我 因為我家裡吃火鍋 其實很簡單 會放 白蘿蔔 之後有些丸 人家可能會有 就這樣看香港的朋友 Instagram的照片 有很多海鮮 對 但我又不太喜歡 煮海鮮 如果你說煮蟹 煮蝦 我是不喜歡剝殼的 我覺得 我可以吃火鍋 就這樣吃菜 米粉 粉絲 那你是因為純粹想煮飯而吃火鍋 這位同學 是啊 你有沒有說 如果你問我 你有什麼特別 你一定會吃火鍋 沒有 對我來說 其實 真的純粹是不想煮飯 那一刻 就吃火鍋 你沒有一個所謂渴求 要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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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如果你這樣問我 我細心這樣想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一定有吧 有 但很首當其衝的是 這個叫做 糟糕 那條魚叫什麼呢 有一種魚 啊 桂花 因為在香港 我們買開 有多少 可能熟 他們真的會很努力 幫我們 製造 製造 但這裏是 你鬼鬼嗎 而且 據我所知 好像是沒有 游泳的桂花 還是很貴 然後我 算了 都不吃它 但我是很想念 那種 那種 如果是木技場 叫桂花魚 是 的大火鍋 海鮮 就是 魚 或者鮮 我是很想念 哦 是 因為以前 以前在香港 還有玩魚片 那些都很好吃 哦 因為這些 在美國 我們不會下 可能就像你這樣說 可能是貴 或者不新鮮 是的 但是在香港 我記得我爸爸 是會 玩魚肉 焗焗 魚腩 這樣放進去 煮皮 其實也很好吃 因為會分 他們是很刁鑽的 所謂有草味的 玩魚 還是不知道 怎樣的玩魚 但是那些是 很好吃 但這裏是 沒得這樣 就是 做評論很多 真的有什麼就吃什麼 這樣 是 不如我們說一下 我們說了這麼多喜歡吃的東西 不如我們說一下 最主要是 你最怕吃什麼 或者是最怕別人下什麼 我最怕 就是別人 就是 現在吃火鍋很多 都是煙釀鍋 即是我自己家 都是用煙釀鍋 如果是大鍋 我最怕那些人 放一些散莊 然後放芫荽 原來你也是不吃芫荽的 因為我是 我這個個案 有些特別的 如果我媽媽煮的 芫荽皮蛋 湯 即滾一些湯 我會喝的 OMG 我會喝的 如果你說湯底 我突然想吐 我突然想吐 你過濾了那些芫荽 是 你用那個湯底 其實我也可以的 但我怕 把芫荽放在我口裡 所以如果它是放一些散莊芫荽 然後它不放一個 躲著它 這個很奇怪 等它到處浮 我就會覺得很難選 但我就很怕 但你又奇怪 你不可以 就是 一 怎麼說呢 一條條 或者一條條 一條條 原來我不能 這個事實際上放在我的口裡 但如果你熬湯 我會 很酷的喝掉 所以我會說你很奇怪 但你很健態 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香港之前的芫荽鍋 芫荽鍋 那些我當然不行 芫荽蛋糕 真的不好玩 但是你就這樣放 令到湯底有這些其實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個我很怕 非常奇怪 因為其實你一說芫荽 我是超級害怕芫荽那陣子 會打爛陣子 我聞到那股味 我會覺得不行 我真的很辛苦 那股味是不可以的 一定是想反胃的 嗯 還有其他 但是我的家人是很喜歡吃芫荽的 有時候它有一些丸子 其實是在這裡的 它有一些丸子是不知為何放到芫荽 我說為什麼會有芫荽的 就是你好好的一顆丸 但如果它們鴛鴦鍋 你可以嗎? 我鴛鴦鍋不會 就是鴛鴦鍋地落芫荽 就是以前小時候我連聞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 但是現在如果你說鴛鴦鍋 其實我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讓它們偷渡去你那邊 不要過界 總之你不要污辱我的情況 那就可以了 就是很恐怖 好像有些人會留意 那你嚴重一點點 我真的不行 以前是更嚴重一點 就是真的連聞到都不可以 就是鴛鴦鍋都不可以 但是現在鴛鴦鍋 你總之不要污辱我的情況 這樣就可以了 那除了芫荽呢 有沒有其他人很怕見到 或者你沒有放進去 其實除了芫荽之外 沒有什麼我會怕別人 就算我不吃牛 但是我都別人落牛 去同一個鍋子 其實我可以的 就是我不是去到一些 那些農民人說 你千萬不要啊 你千萬不要沾我 你不要沾我 我不是去到那麼極端的 就是我可以的 但是我反而是很怕 那些人呢 那個鍋子一滾 就什麼都放進去 哦 一品鍋 就是我會覺得 喂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在打火鍋 就是打火鍋的樂趣就是 就是每樣東西每樣東西 每樣東西都放進去 就是慢慢 而不是你一下子 什麼都放進去 就是我這番話是給Mimi聽的 就是什麼都放進去 就是裝了所有東西 就是海鮮啊 丸啊 它不吃菜啊 就是把所有肉都放進去 那你就會 你知道海鮮它本身 如果你放進去水裡 它有本身的水 那整個鍋子都全部都是泡泡 嗯 這個蝦那些呢 唉 我看著它 你可不可以禮貌一點 所以我很喜歡出去 如果真的要跟它去打火鍋 最好就是一人一鍋 你不可以 你鞭鴦啦 分開分邊咯 唉 叫吃屎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有同感的 但是我覺得 除了一般科的問題 就是一些不理你 就是吃火鍋有些東西是需時會長一點 有些是很快 十秒就可以吃 或者這樣 有些人是不會理會的 可能你那個東西放進去 差不多已經快熟了 他就一聲放了一個超級生 要放 例如說 可能突然放一隻雞翼 那你 打火鍋放雞翼 我覺得 這些都要大家溝通 要夾一下 我試過跟朋友打火鍋 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特意 還是 玩什麼 因為其實不太熟 打火鍋 大家吃的時候 真的 滾得很緊要 大家準備 吵起 吵起 他倒了一盆雞翼 那有胃嗎 但是 有的 但問題是 大哥 你雞翼那些真的有血水 是不能半生熟 一定要等到你熟 那個湯才沒有被吸引 那一刻大家就馬上 在那裡 在那裡 其實我又很怕跟 不是太熟的人 去打火鍋 但是 有時候你真的 無可避免 可能 我又有朋友想來 你知道嗎 這樣 但是 很怕 跟一些 不是太熟的人 去打火鍋 這件事情 都是一個問題 某程度上 但是 因為我覺得 打火鍋 是要吃得放一點的 就是你不能思問 不是 應該不是 你不要有人就著打火鍋 嗯 讓我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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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拿叉 和刀出來 比較 隨意一點 可以豪邁一點 或者怎樣 我覺得 真的熟一點的人 會開心一點 是啊 是啊 可能有時候玩東西 大家在那裡打架 不像這樣 這些最美 不過我這樣說 跟不太熟的人 有時候 明明你放了很多肉 但是 不知為什麼 嘩 我夠肉 是被人罵了 也是 這些 有 我放了很多次 為什麼還是沒有 不停 負責六個 所以有時候 如果跟熟一點的朋友 有些情況 就是 大家專門玩東西 一二三機就搶 這是一個樂趣 對 因為我試過 那個人真的跟我搶 我在那個碗裡交出來 所以我覺得 打火鍋 真的一般 如果可以選擇 我只會跟那些 我自己覺得 熟一點 或者我覺得 起碼真的要認識他 是啊 我才會去打火鍋 但是如果是純粹很高興 或者怎樣 除非是朋友 帶來 一回事 但是如果自己弱的 一定要是 為來熟一點的 那我才會覺得 吃得安心一點 嗯 這個很認同 就是打火鍋認證 就是這個好朋友認證 差不多 是啊 剛才我們說過 你每一次 你放的東西 在打火鍋那裡 但永遠都吃不到 那你有沒有吃過 吃過 最神經病的事 或者是 也有啊 你說 我首先 我個人認為 是超級最神經病的 嗯 我們是放了 X大的 雪藏珍珠雞 蛤? X大排的珍珠雞 是 但是 放了下去 就是自己帶去的 就是你出去 不是 家裡打火鍋的 OK 然後呢 那湯底 不是很有那些 有些 所謂的荷葉味 有些所謂的荷葉味 但是又沒有那麼瘋狂 但是純粹是 那天不知道怎樣發生到這件事 可能是 其實是打到尾聲的 當然不是一開始 就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我還以為要試試一下 喂 究竟打火鍋 可不可以把糯米雞放進去呢? 究竟要多久才可以熟 不知道怎樣 講開這些題目 然後 主持人就說 其實我現在想試很久了 是 你們有沒有興趣 這樣 那我就不試了 有些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熟 然後他就入廚 拿一隻糯米雞 一包拿出來 一包三隻 四隻 那些 你把整包放進去 然後他拿出來 我們說 你 打算試一隻 當然不是啦 我們這裡五個人 這麼小隻 一次過 然後我們就說 再等一會 遲一點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正如你所說的 你把荷葉放進去 會不會散開出來 或者怎樣 但是我們接近尾聲的時候 真的去試 又沒有散開 又可以 就當成六種 那樣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 很瘋 我真的沒有想過 下次我又 試一下 如果有機會 對 他真的有想到 我們又可以 那就試了這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 那些很瘋 那些 我 其實最瘋 都是在別人的碗裡 搶回東西吃 不過如果你說 我覺得是有一種 我覺得打火鍋很難忘的事 就是 有一年 我好像聖誕假放假 回香港 探一些同學 那樣 我們去 那些 踩單車 買一大圍 沙田那些地方 那之後呢 他們就說 不如我來打火鍋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來的 嗯 我說打火鍋我可以啊 這樣 那他就帶了我去 不知道是沙田圍的地方呢 他有一個地方是 在火車 一旦 外面呢 有一個是 露天 好像大排檔的地方呢 是 整間東西都是打火鍋的 沙國村大排檔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記得了 因為有一檔是 我記得 什麼 什麼 新廣法 對 是 是沙國村的那檔 對 這一個是 我沒有預期他們會帶我去這些地方 我會覺得 哇 很驚訝啊 哇 大排檔啊 很棒啊 我記得他就是 all you can eat 我們 還有他就是 他的紙妝器手底包起來 那一刻才很棒 對 所有東西都是 所有東西都是 all you can eat 然後他是 大排檔 就是那些圓桌 因為他裡面是那個帳篷來的 是啊 如果有太多人 他就會在外面開一張桌子給你 就是他不是開所有的桌子 他是每一台人 已經來了 他才會馬上開一張桌子給你 又給油門給你 大哥 那些是黑色的地方 當然是有人才開到 是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 哇 人生中 真的 因為我之前不知道 前年檢查 他今天原來是倒閉了 是的 但是 那一個是我覺得很難忘的 打火鍋的經驗 就是跟一班小學同學去打火鍋 之後 他是 露天打火鍋 還有晚上 打火鍋 是我們 因為他又不是太夠光的 我們要拿電話 電筒 這是什麼 這樣 不過 你講到這間 其實我也很有回憶 因為我是在沙田區 你在沙田區 是的 在沙田區讀書 在未來美國之前 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 第一次小學畢業之後 大家 為威威那些 哎呀 聚一下 那些 嗯 第一次聚會 就好像是在 在這一間 吃火鍋 是 還有一些人說 很髒的 我心想 我不在乎 你明白嗎 那時候 他就很便宜 是的 很便宜 他真的全包 他飲料都包 湯底都包 應該沒有記錯 因為 其實現在很多 都會說 湯底 可能基本的就不用錢 但是可能你要一些特別的 蕃茄 人參雞 椰子雞 就是加錢 然後可能再加30元 才有飲料 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那時候 他是真的 真正傳包 然後是否可能是免街 還是不跪 那時候對於一個 就是中一仔來講 是一個很吸引的一件事 那是 覺得很開心 哇 出野街啊 那些事情 當然 當你大了之後 你所謂開始 想 享受一下 想吃好一點的時候 那當然你就覺得 其實那時候那些 就是 劣食 好像 那間 名嘟 打大佬吃壽司 那樣 是回憶而已 那些 白飯壽司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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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皮糖 醬皮糖 但是這間 真的 很有感覺 大家很開心 是啊 因為我那時候拍的照片 還在 所以這間是很難忘 是很開心 但是 我記得有一次 剛好去 可能不幸運 我也 挺肯定他的課源 基本上都是那裡的 但是可能他那次處理得不好 還是怎樣呢 我們就懷疑食物中毒 我們那晚 中了幾個都很不舒服 那就 會轉場 但是始終那個地方都是一個 真的一個回憶 先不要說他的食物質素 或者怎樣 但是大家唯一唯一唯一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開心 是啊 是啊 這個就是打火鍋的意義 是啊 但是說開特別 你瘋了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特別的湯底 我一定不會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很特定的湯底 你會喜歡 我一定會叫這個番茄湯底 嗯 就是我不會叫辣 我不會叫什麼人心雞 我不喜歡 就是我是穩穩穩穩的 要不是清湯 要不是清湯 要不是番茄 要不是番茄 因為番茄是 因為番茄湯 你這樣喝 你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你再加一些肉 你有沒有試過那間桌底 沒有 因為聽聞 有很多味精 就是 它是味精 再加味精 真的會吃死人 是 我真的沒有 因為那間有很多 有什麼隱藏吃法 特別你剛才提到的番茄 因為它是四格的 可能每一格湯底不同 那番茄 你就可以先選番茄底 首先呢 有什麼碗飯 放一個番茄粥 然後旁邊又加個番茄 變成幾百萬樣東西 就是它有這樣的玩法 你剛才說 在番茄湯底就想起這個 是 但是我真的不會 我是 如果是打火鍋 就真的打火鍋 我不會像你剛才說 什麼什麼 放一些飯 那那個是 真冒險精神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我是穩穩陣陣 反正你也是吃肚 為什麼你會吃一些 就是 如果你問我 咪咪是會 這個沒試過 不如試一下這個湯底 我是不行的 我是千篇一律 我一定是 清湯或者是番茄湯底 千萬不要把自己的肚子交飛 大家 主要看它是否合理的 就是 可能跟你說的很基本的 什麼沙啤湯底 番茄湯底 那些都會的 我自己也有試過 可能說什麼 椰子雞 那些都可以的 還有那些 當然 都要看地方的 有些真的一來 我們可以喝幾口 然後才下去 或者什麼 當然特別 如果是家裡的 我們都會 真的會自己去熬湯底 去火鍋 但是 我試過一次 其實也不算冒險的 我純粹覺得 要試一下 冬蔭公湯底 其實它真的是香的 是 冬蔭公湯 但是 不是那麼多人 喜歡那股味 是嗎 我自己 其實本身 我喜歡冬蔭公的 但問題是 你當冬蔭公做了湯底 我很開心 喝了頭膽湯 OK 之後 當你加了幾百萬東西 之後 已經不是那樣東西 加上冬蔭公本身的酸辣 是 整件事 吃到後期 就有點奇怪 是 是 因為沒有試過 冬蔭公湯底 是 它也算是正常的湯底 只不過是你去到後期 就有點奇怪 反而有些 藥膳湯底 初初會很味濃 但是當你加 譬如你加些菜 吸一吸 最後你加些肉 反而 最後的味道還可以 當有些人會說 欸 什麼湯底 你錄完之後 最後就是 啡色的東西 是 那 不如 我會緊張湯底 所以我是很穩固 我是不會 瘋狂 無緣無故 加些 麻辣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咪咪叫一個麻辣 她說很辣 很辣 不斷脫衣服 哈哈 那我要開拓一下你的味蕾 才行 好吧 我歡迎你開拓的味蕾 只要是不會 是中伏的 我也可以 那 Touchwood 暫時沒有試過超級中伏 我試過有一次 不記得在哪裏 吃一個 沙爹湯底 嘩 很適合 其實沒有味道很適合 沙爹 問題是 它沒有味道 我覺得沒有味道 它就是 沒有味道 再見 我們叫了一個沙爹湯底 沒有味道 顏色也沒有 假設是 加色素 啤酒 咪咪咪咪咪 是 沒有 完全沒有味道 連顏色也沒有 所以它拿回來 換了之後 都一樣 它給了沙爹湯底 但你很明顯得出 它純粹是一瓶清水 加兩根沙爹湯底 給你說是沙爹湯底 神經病 那個是 私底下告訴我們是變化 不是超級中伏的 但純粹是 你的想法不對 騙錢 真的騙不起來 所以 最後 不如我們說一下 其實 你覺得 吃火鍋最重要的是什麼 任何東西 這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 歡迎討論 這個是很有爭議性的問題 但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的是 人 跟你吃火鍋的人 是什麼 可能你 就算跟你吃火鍋的人 可能是食物人 你吃菜 粉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最主要是 跟你吃那個人 那個交流 我們吃飯的那個氣氛 是比較重要的 rather than 就是 當然下一級就是 那個可能 食物質素 或者怎樣 我覺得第一樣 是人 是 一定是 我就覺得 你講了是人 就是跟你打火鍋的人 嗯 第二 我覺得第二 我是要看環境 是否乾淨 就是 其實我很怕 那些人不是很喜歡去廿華地 廟街那些 不是有什麼煲仔飯 那些 但是有些吃火鍋的 那些 我還沒想到吃火鍋 我試過吃火鍋 我是不可以 但是 我不可以 就是我會覺得 那些地方有些 哇 真的太髒了 我真的不行 就是可能你是 裡面可能它打掃得很乾淨 但是它的 那些 就是層切 裝飾 令到我 個人 吃得很 很 真的很不舒服 那 但是 題外說 大排檔 你還可以嗎 我大排檔 我可以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特色來的 OK 而且你是晚上去吃 就是 下午都大排檔的 你不要這樣 嗯 怎麼說呢 我這個 有保留 那些晚上 就是好像我之前說的 什麼新廣法 那個晚上的火鍋 你什麼都看不到的 是不是 那我可以的 但是那些 油麻地啊 那些 就是老字好食 就是煲仔飯那些 嗯 那些層次 你放在很久之前 就是殘殘舊的 我是 嗯 我不太喜歡 嗯 是啊 這件事情 我覺得 除了人之外 我覺得環境都很重要 就是那個衛生乾淨度 對 可能它的衛生是很 就是 都衛生的 但是 可能那些殘舊的層次 就是 門面 對 給了我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 哇 那麼髒的 就是我會吃得不安樂 對 吃得不安樂 哈哈 好期待 因為你這樣說起來 我很想快點吃火鍋 雖然我今天下午吃得很飽 喂 下午 下午真的不要開玩笑 我們下一集 又會說一下生日會那些東西 但是 哇 真的吃得很盡興 很飽 而且最重要是 咪咪回到你家裡 她沒有說 肚餓 給點掌聲 哈哈哈哈哈哈 平時她是吃完東西 就是吃完東西 回到家裡 就說 唉 我又肚餓了 怎麼辦 其實你是不是誇大了 她一上車已經叫肚餓了吧 應該 她還叫我回家 哈哈哈哈 所以她今天說 她沒有拿過蛋糕 其實我 我也蠻驚訝 不是拿一盒 不過我們這個 留下一集 下一集 下一集就會 是的 那我們這次就 講完這個火鍋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 不妨在我們小莉菲 到Instagram留言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自家製作 訂閱、按讚、分享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街的集數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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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